早晨 今早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電子刮刮令自己早上更精神 首先護膚早上是用水洗臉 剛才我已經洗了 洗完後可以噴調膚水 我用花水 如果你喜歡可以選擇調膚水是沒問題的 好 塗完後很快便會加水洗臉 我這瓶水洗臉已經加了一滴蒸油 現在塗了 看看自己的臉比較大 例如我這臉比較大 我先塗在這邊 打一圈塗就可以了 稍後我會說如何使用水洗臉 幫我們塗胸部 令到有些人鴛鴦胸 鴛鴦胸可以好一點 塗完後我用這臉搖 拿著我的精油和它一起搖 這叫分子共振 你會看到臉會緊了很多 你會看到嗎 這個位置已經在拉起了 而且我的眼睛開始大了很多 好像有神了 不然會浮腫 我覺得我是白了 底層 但臉起來白是容易腫 然後塗完這邊 現在我用了泡茶 可以當作眼霜用 如果你是懶人 你當作眼霜用 我們的皮膚需要太物料 是安基酸和安基酸中間的淡 所以它一定是需要的 而且我這臉是寡態 所以它的分子很小 你現在看到我的眼睛大了 而且這臉是沒有那麼膨腫的 你覺得是立體了 好 去這邊 這個油顏色感油滿就可以了 拿著 搖 一分鐘 你會看到我的眼睛開始大了 你會看到我的眼睛開始大了 麵就更加立體了 好 塗完我們的鈕 其實我自己有兩瓶霜 一瓶是兩瓶霜 這隻黑眼圈很好 直接塗眼都可以 這個頻率幫助我們血管的震動 黑眼圈和緊 這瓶也有頻率在裡面 我加了頻率下去 這個就是一瓶霜 我今天懶了 我連眼和頸都用了這個 這個沒什麼剩的 大約一星期左右 客人回來告訴我 是淡了很多 其實應該叫人 請分享給我 質地也很好 你不用用很多 用一粒熟米 塗勻 臉 眼也塗 好 我們就很快拿電子刮刮出來 我覺得今天這邊的樣子沒那麼漂亮 首先 記得開紅色 有人問我 是否一邊熱一邊沒那麼熱 其實電子刮刮是熱完一邊才一邊 它說得對 其實我用了這麼久 我只知道是熱 但我沒有研究它 邊邊熱先邊邊沒那麼熱 它現在是熱了一邊才是對的 原來告訴我 買了這麼久才知道 現在是這邊先熱 我先去這邊 其實這邊也有點熱 但不要這邊那麼熱 我們就做一條頸 大約做十下左右 因為上班 就不要做那麼久 然後我們就立即上臉 它提醒你一分鐘 但你可以不用理會 好 然後我們下巴 很接動 阿頭 好處就是可以在奶油上面刮 你會看到眼尾 是否尖起了 這個位置尖了 對不對 如果你在我真人 這個位置會立體一點 就是蘋果肌會漂亮一點 這個就已經做完了 好了 接著就到這邊了 通常我們刮完一邊 會用另一邊 因為熱一點 因為人已經吸了它的紅外線 這邊 你就反轉另一邊做 就好 我們走一走十下左右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個是行金 它是仿道金 所以對神經線也是非常之好 仿道金 對神經線的東西 對神經線的確定是非常之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已經做完 我已經做完了 你看到我的臉 就更加彈 和立體 好了 塗完Cream 之後 因為我們會出入冷氣地方 都會吸乾我們的水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我這兩晚 我只會覺得 那些水分是吸乾了 所以我這兩晚都有敷露會啫喱 這間產品用很久 基本上一個手指那麼多 你已經敷了整塊臉 你需要以自然的 你們要想想這間產品用多久 我會自然敷露會啫喱 就是十分鐘乾洗乾淨 所以就完成了 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就擦B塊 塗完後噴花水便可以了 不單是塗完後噴花水便要精神地上班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晚一點便會寫護斧程序 謝謝大家